目前糖尿病发病率逐步提高,越来越多的门被糖尿病所困扰,糖尿病不可怕,可怕的是并发症,糖尿病患者在接受治疗和饮食控制上,由于血糖没有很好控制,导致患者的血糖稳定不下来,久而久之,很多并发症便慢慢地出现了,眼睛模糊了,手指末梢开始麻木,疼痛等症状出现。 一旦患上糖尿病患者,一定要避免并发症的出现,糖尿病患者生活中要注意三件事,这三件事可比吃糖还危险。 第一件事,不要压力过大精神压力往往能给身体带来不小的影响,压力是很多疾病的诱导因素之一,其中也包括糖尿病。 所以患有糖尿病的患者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压力过大的状态,这样会导致体内的调节机制更加紊乱,不利于控制病情。 第二件事,不要运动太少运动太少,一是不能激发体内胰岛素活性,不利于病情恢复,二是会导致免疫力下降,很可能让并发症悄悄发生。 第三件事,饮食不要重口味重油重盐,口味太甜的食物都不适合糖尿吃,糖尿也不应该只盯着血糖看,血压和血质的控制也不能疏忽,因为这二者同样会导致血糖升高。 预防糖尿病出现,一种菌体泡水喝,也能有效防止和控制血糖升高,不担心糖尿病来扰。 这种菌叫做黄鹤之菌,它是一种生长在白化树上的药用真菌,黄鹤之菌中含有的多糖体是目前降血糖作用最好的天然物质,同时其中富含的天然纤维也是降低血糖的主要力量。 它的作用相当于胰岛素,所以也被称为植物胰岛素,同时还可以促进身体胰岛素的分泌,对帮助降低血糖效果非常不错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